衣服染色怎么洗掉? 漂白液漂洗,白色衣物很容易被染上颜色,可以先用冷水将衣物洗净,然后用水将漂白水稀释。 比例大概1比10左右,或者是衣物大小而定,用洗衣机漂洗大约30分钟,这样的颜色会比较均匀。 而且对衣服面料的损伤相对也小很多。 需要注意的是,漂白液本身是化学之剂,为了减轻对人皮肤的损害,衣物漂白后,最好用清水洗净后再浸泡20分钟。 洗衣粉加洗洁精,把洗衣粉和洗洁精分别倒入热水中,记得是要把水烧开,按照1比1的比例来添加洗衣粉和洗洁精。 搅拌后把染色的衣服放进水中,浸泡半个小时后再正常搓洗,染色的部分就被洗掉了,之后再用清水清洗即可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个方法适用于同色系的衣服。 浓盐水区染色,衣服上的新字可用浓盐水开始污出,或立即把食盐撒在污出,用手清搓。 用水润湿后进入洗涤剂溶液中洗净,也可用温水搓肥皂强力洗除。 而重剂及沉剂清除后,可迁用5%的氨水中和果汁中的有机酸,然后再用洗涤剂清洗。 对含羊毛的化纤混仿物可有90酸清洗。 卢之物为白色的,可在3%的双氧水里加入几滴氨水,用棉球后黑块蘸此,溶液将沾污出润湿。